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一次到澳洲参加这些班 杨居士跟我去 我们讲的 杨居士跟我去 他在灰激战跟我讲 在澳洲也跟我讲这个故事 因为杨居士以前住过雪梨 澳洲西尼 雪梨 他认识一个台湾的移民 移民到澳洲去留学 拿硕士的一个留学生 后来在雪梨落地生根 在那边创A 担任澳洲政府的一个 赋税官的官员也蛮大的 生活也很好 当然在澳洲都住别墅了 齐德太太也在澳洲留学 两个人在澳洲过得很快乐 但是现在得了癌症 年纪四五十岁而已 两个都不甘恋 他们都说 我们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得癌症 他不知道刚刚讲的这个 后腹无门 为人之朝 善恶之暴 如影随心 他们说我们没有做坏事 我们从澳洲来留学 就安分所及地做一个澳洲公民 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了 那我就问了 我说他一定有做坏事 我说你再帮我想想看看 什么事 杨基斯想起来 我说有 因为刚刚讲这个移民到澳洲 这个西武法 得了会线癌 男的呢 就是重度忧郁症 我就问杨基斯 杨基斯跟我讲 他说他父母非常的怨 住在台湾南部 一生呢 是个老龙 辛辛苦苦地赚钱 老龙就是种田的 辛辛苦把这个儿子培养长大 送到澳洲去留学 儿子就从此又不问不问 他说老人家在台湾 非常的怨 对儿子跟西武非常的不满 我说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说他如果肯忏悔 还来得及 不肯忏悔就没得救 就是老老上这里讲 罪业最大 是不孝父母 五入三宝 他说我们一生起心动力 所作所为 自己想想 对得及父母吗 能对得及三宝吗 他说这个罪业就不得了 何况其他 他说呢 如果你犯了罪业 忍忍尽的心 可能会原谅你 可是鬼神不会原谅你 活不善能够原谅你 鬼神不会原谅你 因为三恶到头终有报 所谓只正来早已来迟 所以呢 老法师说 果报这状事情 离很深 事情非常复杂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 眼前那要真实的智慧 你才能看穿三世因果 你才能看得出来 凡夫怎么能够看得懂 眼前呢 人家存心在做事 你要看他究竟呢 然后你才真正懂得 果报是如影随形 未经许可我的意思 我直接再次知道 导致 打穿三世因果 好 我来看你